恐怖 阿偉生日快樂 好耶 好耶 這句不夠就多一句 自己再想多一句 創作多一句好嗎 1 2 3 想多一些錢 好啦好啦 阿偉我忘記他有沒有錢 很難說 有的 現在人家很幸福 Alan才是差別人要說 大家都是聽我們節目 大家喜歡自己老婆的 很恩愛 如果沒有錢的話 沒有錢而已 聽完我們節目就有錢 現在變成財經了 贏字怎麼寫 我們說個名字 笑字怎麼寫 怎樣勝負 Terry 我肯定你會打過來 小朋友 是啦 就是那個中學 想追求女生 想追求女生 有沒有其他同學 有沒有其他同學知道你 什麼情況 有個朋友給他聽 等一下 我們不應該高興 勇敢 我們真的絕對不應該高興 是因為Terry給他聽他才知道 如果我們節目真的受歡迎的話 應該一上學的時候 一班三十多人跟他說 我們昨天聽了節目 Terry 對不起 我們做得不好 不好意思 我覺得那天之後 第二天回去的時候 我是 真的有點不自助 好像人望 哈哈 這些就是做得虧心事多 做人的 看遠一點 我們沒有這些事情 做完節目 會不會人望我呢 沒有 我們下街都不知道多久 有人望我 我們經常下街打黑超 不是 你下街打黑超 我下街 很想留意 旁邊有人望我 就是撥起頭髮 那個後被人追了沒有 有人出手沒有 沒有 沒有 你的朋友現在知道了 你們有沒有開始 量度去追那條女 沒有 不要調整 只是知道就算了 那個女生 沒有 真的沒有 那你現在想不想計劃 你想不想計劃去追她 其實 不太想 為什麼 因為其實想做朋友 其實我是怎麼說 我呢 我是覺得 我是比較喜歡一些 大過自己的姐姐 你有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性取向 沒有懷疑 那就可以了 江美儀 江美儀 江美儀是喜歡男人的 對 我擔心她那個年齡層 不是江美儀 是詩奇姐 想不到你 這麼喜歡俱風 你打上來更新資料 是不是 主要如果你又不是想追 幫你紀錄 那你不想學 幫你更新的 早說 不用想這個題目 對 那現在怎樣 那你還要追不追 那你現在怎樣都要追 不是我們很想追 對 追吧 那你就給點誠意 你剛才沒聽過電話 你這樣隨便追 你就害了一個女生 唉 你十幾年之後 又打上來跟我們參悔 如果我們的節目還在 但我忘了你拍過拖 你還沒拍過拖 你還沒拍過 青頭 你還沒拍過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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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想過自己 我當不是這個阿厚 你要追一個女生 姐姐 你還要有些 什麼款式 有些計劃 你自己也有想過 你自己也有想過 對 我以前還沒拍過拖 我還沒拍過 如果我是一個女生 我認識她 我要做什麼呢 我以前我小時候 已經是天生的售貨員 是嗎 我真的很懂做傳銷 是成功還是失敗 話說我喜歡同學的姐姐 因為我中六收女生 收了一個女生 我很喜歡那個女生 然後我知道同班 有個混蛋 真的很無聊 他很喜歡 因為我們學校正方形 有一個洞 他無端端 很喜歡走出去 正方形大喊 萬元元一比零 就是世界中心呼喚波 真是很狠狠 叫好愛那些 好愛呀好愛呀 連排無詞 那個人真的很狠狠 所以我決定用了他 再一個宣傳渠道 我一天殺有介事 跟他說 我喜歡那個女生 那個死者 什麼名字 講名字 蔡玲 蔡玲 蔡小姐 然後敬酒下去 不用的 我們在四樓 四樓走出去的正方形 喂 劉交說他喜歡蔡小姐 不是呀 隔天 今天跟他說 明天他無端端 小式午餐 總之一空閒時間 就站在欄杆 四邊扮猴廣 不停中二彩零 不斷在這裡說 最後就是如願 我知道他爸爸是做什麼的 以前那些賣橄欖 他叫 飛機籃 最後我不需要出聲 那個姐姐自己走來找我 然後拒著你 其實我跟你不可能 可不可以叫你那個傢伙 閉嘴 閉嘴 對啦 就是這樣 那你自己 Terry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 怎樣去追求女生 對啦 沒有 沒什麼想 但偶爾也有想過 那就是有啦 那你想過怎樣追求 都是 聊聊天 然後看電影 你那麼容易 也有人看電影 你真的不會以為 那麼容易也有人看電影 對啦 連第一部認識都沒有了解 對啦 了解都沒有認識 對啦 對啦 認識都沒有了解 對啦 對啦 看電影 你不說話 怎樣啦 在說一說 你等著你說 你說你計劃過怎樣去 純粹是說 都是看電影 走一街吃一飯 一來就問你看電影 沒理由這樣 說隔壁那些還是你的目標 對啦 那你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自己可以實行的 真的沒有想過 你什麼都想不到 告訴你 對 現在呢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現在那些妹妹 真的因為接觸這些資訊太多 所以她們是不得MK的 或者她們要在她們眼中 要有一個型的標準 你一定要抓到她們型的標準 因為現在有很多妹妹 都在說我型的 所以你一定要首先抓到她的型的標準 將自己改造成那件事 以前我那個年代 都可能不理外形的 但都開始偏向你 所以那把褲子才會這麼成行 然後到了你這一代 除非你追的那個書卷味是極重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首先要先整理一下自己的造型 不是真的會很容易被人嫌棄 好啦聽到這裡 Terry 你對自己造型有沒有信心 有 有沒有了解對方喜歡什麼類型 或者什麼藝術 沒有 沒有 那這個就是第一步 你試一下收封 那你有什麼信心 對 她的心態是什麼呢 我應該攤在那裡 女兒應該會過來 一個過來跪下來 一個過來跪下來 自己到處跪下來 脫掉你的褲子 神經病 看一看 人家什麼都沒有說 她突然會吵架 人家很慘 KB我幫你 但她說 OneNip會抱著我呢 他會覺得很熱 會脫衣 AP的情節 你不如想一下時間停頓 可能實際一點 對 很像 但我個人覺得 其實那個時候 即現在聽到中學的年紀 其實對於帥哥 既然帥哥是有一個分子 但那個時候的人其實 不是太著重 所以要在那個女生眼中的standard 是平常的 但是你要通過那樣東西 就不是叫你拿門訓 你要拿一個通過 你拿不到門訓 這麼小 因為我走出街 那女兒不好意思見到我 已經很糟糕了 靠一個混淆的女兒 那不是曲線斜線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 究竟她是喜歡哪一類型的男生 然後你儘量要變成那一類型的男生 雖然不要說在那個類型的最上級 但是你起碼要做到那個standard 因為我真的覺得現在的女生 是看外形看得很重要 我個人的感覺 是令她覺得你有一件事幫到她 這個是歷叔也這麼說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有一件事幫到她 所以我個人來說 我是會在她身上 建立一個興趣 即是怎樣呢 例如 例如可能她 是博物 這個是後續 我們做這些運動 而且可以認真 還有減肥 甚至可能轉運 我覺得Terry通過不到 因為她是青頭仔 她們都會失敗 說回事前功夫 有些方法 譬如有一群人 一群人去玩一些平常的 例如什麼呢 陸輪 陸輪 踩兵 流冰 是一件非常合適的東西 但我建議不要太高消費 那件事 流冰五十多六十元 中五場 不是晚上的場合叫你 尤其是你們中學可以走堂 中學哪可以走堂 中四中五可以走堂 現在是三三四 中四可以走堂 我上去大專師 嘗試第一次走堂 我也是 你們入世未深 你們很早熟 我的數學堂不是睡覺 是走堂的 真的嗎 因為我的數學很厲害 很V 所以我記得怎樣建立更重要 所以他帶一群人 就約一群人 說去流冰 我當流冰為例子 就算他多不喜歡也好 你一群人去 他絕對會根本去 因為那個年期的人 是絕對不會想被孤立的 還有是茶娃娃的 就是說 哎呀哎呀好好玩 而且一定有些傻瓜仔 你不是不去嗎 你很帥的托著眼睛 你不是不去嗎 你只要聊到一群人去玩 那就好像要一群人去玩 對 那之後只有兩個方法 如果他認識流冰 你就裝不會叫他教你 好了 如果他不認識的 你就學會教他 老師 如果他不認識 但我真的不認識 那怎麼辦 學吧 混蛋 追我女生 那什麼花功夫 流冰我覺得是差一點 因為始終有一個難度 是嗎 踩單車會比較容易 踩單車會比較容易 但是這個也OK 那燒野吃也可以 那燒野吃也可以 教你起爐 不是不同的 阿狗的 好man的 燒野吃是群體活動 流冰和踩單車是可以突然變過人活動的 因為有一群踩單車的人 如果他真的很厲害 假設那個女生很厲害的時候 你要陪他很厲害 你要標他前頭 然後挑他的 後面那群人就永遠追不到 認真的 真的 如果你跟朋友踩單車 你會知道那些單車其實是分三個群組 有一個叫萬條絲理群組 還要在裡面歸速 有些三輪車 甚至是不認識的群組 三輪車 然後是吹著水走的 然後中等那些 就是逍遙遊 就是逍遙遊 講話很快 好像風吹著 喂喂 你在哪裡 未至於的 最高級那套群組 是列火箭車 沒錯 喝醉 不是 我真的認真覺得 踩單車是一個不錯的聯誼活動 一大群人出來玩的活動 但總是要看情況本身 因為那些女生 一群女生繫在一起 就坐過三輪車並不能踩 這是一個障礙 這個是一個障礙 那怎樣解決這次要聽 你要所講 你自己要領導三輪車 我叫自己來 然後你不要管,總之你後面有車女,你也要露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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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那條女兒在這就可以了,那你就可以一路搶單車 一路搶單車 你先說一下 最重要的都是那個華甲子,為什麼要搶單車呢?為什麼要流冰呢? 其實只是駛開了某部分的人,令到你和他單獨相處的機會 先走小路,帶你走小路 那個機會可以增加,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所以其實師傅在說一件事,你要做功課的,你也要留意一下他對什麼有興趣 我有兩條計劃,一個就是看電影,都是大圍看的 但問題是首先你要先看一次 然後你刨完影評、劇情等,都看完之後 要看清楚哪些影評是好的 力都要啦,你可以看一下有很多電影,然後再看完電影就吃東西 看電影有時候插勾他 插完之後,阿明你怎麼搞人啊 這個OK 這些非禮案隨時會發生的,所以自己小心 我聽完阿Kal後悔,你那時候沒這樣做呢 這個是比較高階的資金 高階和Tick a Wix是比較高的 空險程度都比較高 如果那場戲較為光一點,看到對方就糟糕了 這個投資風險比較大,你試劇會比較多 這個節目要轉,這個節目叫Kal字怎麼吃 你問一下,你有沒有用過這個方法呢阿Kal 我當然沒有啦,傻瓜,傻瓜才會相信這個科法 總之就是看完這部電影,吃東西時自自然然 你會看到在討論那部電影的時候 你會找到一些位置去說一些精要的東西 但Tarriya這個用處有一點要注意的 千萬不要像阿狗,認真的 你不要跟我剖析,哇,當年他們有幾個年期 你看回第三場第二幕那盞燈 跟第四場那盞燈是不對的 還有呢,其實是向1989年那盞燈的致敬的 你知不知道那個鏡頭是抄襲那部電影 為了表達對那位導演的崇嶺高的致敬勁 不能是很多人看到的,但這就是這部電影的精髓 他真是為了表達他的敬意,刁裂了沒有 我猜九成的香港人是看不到的 我是兩個人打致敬勁 我都會,不是打致敬勁 你電話和WhatsApp的群組全都被散掉 我不想再跟你聊 但現在買的那些女生,我會說真的嗎 這個就是看那個女生喜不喜歡看電影 如果不行的話,還有第二條條 第二條條是甚麼呢 一接著一聽,怎樣呢 那就算了 第二條條條比較純情一點的 既然你是隔壁班的話 就吵架他 這個也是TickerVis是比較多的 但還是問那個人,持有股票那個 你有沒有持有呢?有沒有持有這個方法呢? 沒有 我當然沒有 隔壁高風險 都是寫不到的 好 很純情很簡單的 就是你早一點回去 然後買定份早餐放個櫃桃 這個隔壁高風險 我真的問他回來 我女兒問他回來 做甚麼懶惰 你不是當錄那些廣告嗎? 但你每天放就行 就算他不吃也好 至少他知道有人暗戀他 風水陣 我覺得是一件事 我總不喜歡你也好 我都會吃你的早餐 風水陣 兩個情況 這是風水陣 第二個情況就是 他去新聞營令處 然後他開館的時候 那些同學麻煩你買完早餐記得吃飯 經常留在這裏 這個做法就是甚麼問題 其實是談不到的 對一個溝女的過程來講 談不到的 你可以寫治療的嘛 如果是在狗的身上發展 那件事 就會留下了一份早餐在女兒身上 桌面 然後這個正常的女生 有份早餐留在桌面的時候 當然會很正常 會看誰 那是誰 究竟把舖子都扔掉 哈哈哈哈 膠子都扔掉眼神 是我是我 但不說話 你從前面走來走去 一轉過去 一看一看是你 糟糕 搞不好 20年後 然後打去Edmond Edmond 我以前在學校 以前是暖壯光 每天有份早餐在這裡給我吃 我真的 我問師傅吃幾個沒問題 但這個位置真的不行 首先 除非你對自己真的很大 但有信心 等一下 首先 我 李生 李生 我是有用過的 那最後你吃過呢 是被人笑了吃麵 之後笑到現在的中學聚會 你還在教人 因為真的神經病 我聽到你睡了沒有 又叫人說氣 又叫人吃早餐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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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寧願你無緣無故看電影 無故拿去或拿去 那你起碼都試過 你至少失敗都賺了 總之有點差 現在聽影片有三個人教你 但真的犯法 拿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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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那些就不要了 阿卡又教你了 我教你了 阿狗教你了 暫時來說你先講哪一個語言 對你來說 對你來說 容易入手一點 對用一點 三個好像沒有穩困 是嗎 三個都不是很穩固 算了 有多不穩固 你收拾好造型 對你以後都有幫助 不是就是追求你這條女兒的 建功啊 社交啊 你放長線看遠一點 你現在喜歡這條女兒 你現在就說追求這條女兒 你收拾好造型 大人把女兒追求你 對啦 真的坐在那裡 奶仔 給你最後一條條 最後 我的辦法很正經 那些 說吧 譬如當我追求現在的女朋友 我知道她生病 通常你叫她吃藥是不行的 你偷偷看那些藥 幾乎吃的隔幾個小時 撞碎了一日 都給你吃 混在竹仔上 哈哈 這個人不行 你會跟她說 喂 都夠中吃藥了 你應該吃藥 這句話你病了 你瘋了 你瘋了 不是 你會知道她幾乎吃藥 你會提他打電話 提他吃藥 他會覺得很窩心 我最後突然跟電話響 我真的得出一個結果 夠重犧牲 原來真的 他喜歡你就是喜歡你 他幾乎勾心 無端端有個兒子叫她 你應該吃藥 我覺得這刻是深刻的 因為到現在打電話 他現在病了 但他以前會提我吃藥 現在沒有 他對你有感覺 等一下 你需要你身是哪個女朋友 現在 我現在說得這麼清楚 但現在的問題是 Eric那個怎樣做 其實大前提是 那個女生已經混到手 對 或者有些感覺 半到手 一半一半 至少她認識你 現在是認識都未認識 Terry 難一點 我有先天的優勢 難一點教你 Eric不如留下她的電話 明天把這個個案扔過5個月 以前我都學阿九的藥體戲 我那時候暑假 每個星期四都藥體戲 無論是失敗什麼都好 可能第一次他會叫到一個女生跟你一起看 但之後他會跟你單獨看 記得跟他說 我真的是朋友 我最主要想看一部電影 不是想跟你看 不過問問你能不能有空 如果這樣約去看 看一看就覺得 好像你都很好 聊聊天 當然我沒有阿九這麼專業 去看一部電影才說 我也是夠講一部電影 你知不知道那些狼 向什麼致敬就夠講 你覺得好笑就可以了 你說完了嗎 你說完了 其實我覺得這樣而已 現在中學溝慮是怎樣 最重要是曝光多些 但是不要太偷造作 像陽光檸檬茶那些 什麼那麼對 什麼那麼對 除非你很帥 而且他對你有意思 不是他去吊賊你的 再不是的 在操場中心敷衍他 但是千萬不要去西舊中心 OK 是犯法的 你現在應該在他面前曝光多些 有多些Gathering出來 甚至是可能在班房 我不知道會不會還有空堂去溫書 總之在他面前 就比較多的 自然而 靈體 但是還是那句 沒有陽光檸檬茶 我也打你了 但是當你多了機會見面的時候 其實很直接 你會知道怎麼做 因為那個人 他會給你 這個也是真的 他會給你 還有一件事 剛剛開學 還沒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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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他什麼學會 這個可以 這個真的可以 這次就進 然後慢慢埋伏 我約了一個暑假看電影 我想進一步 就是看他進什麼學會 就進學會 然後說的時候 就覺得這麼巧 這個真的可以 你千萬不要開學 你不能坐在旁邊 什麼這麼巧 就一巴掌就在這裡 但是你想清楚 現在要看清楚 別人在學會 就看清楚 因為現在中學很流行 報學會 應該有人在大部 那大家都看到哪個 對 你的目標 知道他喜歡什麼嗎 知道他想進什麼學會嗎 他想進什麼學會嗎 他是跳舞 那就可以了 你懂得跳舞 看那個傻子跳舞 多開心 不是 你不懂就不要緊 你就去報 看著你跳舞 可能可能一分鐘教你跳舞 這樣又是一個機會 對 有時候我覺得追女生膽大心細 膽大是什麼 就是有時候 其實出醜也不要緊 不要罵醜 最重要是笑 就是你繞得好看 還有那一下是會令到他笑 多醜也無所謂 還有跳舞是可以練大膽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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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都可以令到人大膽一點 所以我經常都知道 癱痛勞鼻 對 對女性的同體不會害怕 沒錯 一看到我 不要再好像我小時候 一拖手就扯棋 加油 Tabby 認真真想想 好嗎 我覺得在讀書時期 Tabby 有一個是必然要做的 跟我今天Tabby一樣 讀書時期 讀書不是最重要的 認真 我覺得混亂是最重要的 你跟我說你讀書時期沒有戀愛經濟 其實我覺得你是白讀的 你想清楚 一星期一個時候才叫人多讀書 最重要的是今天收我封信是小朋友寄你的 因為我會包底 抱歉 抱歉 我個人覺得真的 等於是讀大學 你不住荷姆那些 真的很賊 真的賊 你跟我說讀書的時候 我怪你讀書 沒有什麼參加學會 甚至你住荷姆 試過在荷博也是一個遺憾 我的遺憾 我沒有住過荷姆 所以我覺得真的認真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目標的話 你又不是玩人 你真心想要發展 就勇敢一點 你不可以 你也試過在中學時期去求偶而失敗 你也有這個經歷 而且下次你就懂得怎麼做 你從失敗中學習 沒有人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你 所以勇敢一點 勇敢一點去嘛 我們拆你 如果你說見多一點面 今天就是正式上課 因為他有些課要分班 就要拆他一些 可能不好的老師或壞老師 我真的說要拆他哪一班 我拆了他那個 我心想 糟糕了 為什麼 拆了他超壞的那些 然後 因為他其他班也有些會來的 但是那個女生來了 那都還沒上一件壞事 那看來就有個位置談 跟他拆他 那個老師這麼壞 一起說是壞壞 跟老師 就是有話題 就是有話題 共同話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一早就想到這個位置 知道嗎 是 對 想多一點 你身邊跟他那個圈子重疊的地方 沒錯 你可以試一下 畫一張圖 畫幾個圈圈 有些什麼可以搭在一起 每個圈圈 對 還有認識他身邊的朋友 對 試探一下 這些跟商業用的mindset一樣 是一樣的 偷女也是有過程 都是一個mindmap 就是一樣的 所以你試一下 行得通的 但是切記記住 千萬不要像陽光檸檬茶 真的受不了 就是跟一班坐在那裡 每天都看著 這麼巧 咦 又這麼巧 又今天坐在那裡 整張椅子都放在那裡 知道嗎 對 好 你開始想交了 覺得有問題 你也可以問我們 好嗎 好 當然是沒有話題的 你看看我們的專業 你看看有什麼話題 照說 還有你不要這麼自私 我怕你 就是怕同學聽到之後 你就很尷尬 就不介紹我們的節目 你知道唯一最蠢的事是什麼 就是自己上來打電話 跟這些主持說完之後 再給這個節目給別人聽 嘩 我覺得這件事很傻 很傻 我覺得這件事 不是 我剛剛那個最好的code方法 是怎樣 現在他這樣打來 實在打上來的 就是忠實性重來的 那就再說幾次 然後開始在那班裡 流傳這個節目好聽 對 然後就可以把這件事散掉 告招 先說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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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明白了Terry,先用玩法 寫下他了,好 這個我真的適合了,高招的 這個真是影節馬上寫出來 我本來還想說你真的要進去學跳舞 但不行,Zero這條橋真的 我這條真的最厲害 絕了,絕了,有幫到我們有幫到我們 知道嗎 現在第一個目標就是幫我們散播節目 做好基本功,這就是基本功 無本生利 死鬼叫人出去大哀嗎 那時候哪有網堂 多了,多了,再看影片 今天玩了很久了,好厲害 他用這麼大聲,一小聲真的不行 好大聲 今天玩了很久了,追女生追完了 老公老婆又搞錯了又搞完了 對啦,合霸就搞完了,現在正在清理這些廢物 希望大家可以開開心心 其實不要緊的,你就算有些什麼不知道說什麼好 怎樣不合適的題目也好 不要緊,因為我打上來 我出口水,不嗲兩句 我自然會引到你過去 沒錯 指點一下我們都可以 嘩,搞錯了,搞錯了 我們都會反駁的 其他節目聽到嗎? 聽不到就行了 我是不會在這裡受死的 聽不到就要我聽我們 真的 那星期五的時候,是不是有嘉賓上來 因為明天將會是龍中奇時期 一一要補女 要打爆隻零紅碟 所以我們兩個要讓位 我跟壓力仔要走開 所以明天遊戲人家暫時停一日 不是停一日,是轉打機版 明天打機版 然後就爆了它 又是走回當年的一萬打爆機 明天又上心 又上心 我也有上心 不上心 我陪你上心 那些PK常常叫我轉遊戲 行得這麼多 你搬笑 你哼 已經不想說話了 走了好嗎 我正式宣佈了 再說一些話 我今天專門鋪了一張照片 我被人截定 那裡正式成為截定素府區 大家都有同樣的情況 在那裡素府 好,即是哪裏叫仔 就是B-A-C-K-S-T-A-G-E M-E-M-B-E-R-S 什麼來的 這個就是遊戲人間的專頁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獎抽 有虎數 對 對 那個獎還沒抽 明天都抽不到 有人問 為什麼恐怖在笑沒有Facebook專頁 因為我們怕加了之後太少人 沒有人讚好 因為這個是陳疊式的推出 所以是包謀遊戲人間 所以先有一個BASSLINE 然後才慢慢飆 你可以這樣想的 聽一個節目 可以再送一個節目給你 是不是很划算 反正那個節目只有三個而已 現在加上CAL 就完成了 什麼樣子 加上我之後 我又再加兩個給大家 話說 其實我又不是新節目 以前在香港人某一個舊節目 不潮不吹 休息了半年 下星期一 終於會在文米香港重新上路 就是逢星期一 晚上11點半到12點半 如果大家想見一下Kathy 或者見阿田 星期一就留意一下 文米香港那邊的吳潮吳吹 好耶 可以透露一下第一集嘉賓嗎 第一集嘉賓是千燕BB 上來的 好美的 再請他一次 因為吳潮吹吹那邊沒有遭遇過他 好OK 那就記得留意一下 所有新的節目 就這樣吧 OK 拜拜 掰掰